今天要跟各位同学讲述的这个课程 叫网络概论 这个课程里面 将以一个基本的概念 网络的一个基本概念 电脑以网络的基本概念 让各位知道什么叫电脑的网络 网络有哪些架构 网络实际的一个运作状况 它的通讯协定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些呢,就会在本课程里面 跟各位来做说明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电脑的进步 上网频宽的增加 即现在很多cost down下来了 所以目前电脑和网络的一个普及 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文件的制作 报告的撰写 或是上台做简报等等 我们呢,都是借由电脑做不住 但是除了电脑之外 再来我们就是借由网络来协助我们做很多 如资源的分享 档案的分享 讯息的分享 及相关设备的分析 我们透过网络 我们透过网络这种便利的一个功能 让我们的电脑呢 让我们的电脑呢 能够呢 在家庭生活等 学校的教育 网络的一个发展 它已经使得整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地球村 已经充分拉近了人和人人之间的距离 不再是有国界的问题 也借由网络的一个功能 促进了整个全球化 所以教学上 我们已经离不开电脑 更离不开网络 所以以现在的教室来讲 除了有一般的教学的数位讲桌之外 电脑的基本设备之外 往往还会架构 一些远端远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备 提供远端同学 远端使用者 可以在网络的一个世界里面 可以达到一个教学贡献的一个功能 那其实在以 如果跟早期没有网络的世界来做比较的话 以前比如说我们要写一封信给人家 给对方 我们要透过我们寄信的过程 先投入邮筒 邮筒透过邮差的一个传送 然后呢 经过分件之后呢 送到对方的手上 那这种可能在传递的过程里面需要浪费 耗费很多的时间 但是今天网络的发达 人们可以透透过internet 这个的方式 很快的 及时的 把我们要传递的邮件 以及时的方式送到对方的手上 那 对方不需要等待多日 就可以马上接到我们的邮件 所以这个都是要感谢这个网络的一个发明 网络的这个发明呢 带来给人们的一个便利 让人们的生活呢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 不能不知道网络 所以网络对于整个我们生活工作而言 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工具 在这个教材里面 我们将探讨几个部分 第一个 要跟各位介绍 网络到底是什么 从而了解网络真正的一个意义 在了解网络的意义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了解网络有哪些架构 它有哪种几种架构 几种形式 它的形式的优缺点是什么 我们会从在第二个部分 网络透过这边去跟各位介绍 让各位了解 知道了每一个网络的一个架构 这些架构构 在形式理由缺点之后 那我们要知道 一个网络架构好之后 我们彼此之间要怎么沟通 就比如说一部电脑跟一部电脑之间 我们要怎么样让对方去了解 去了解彼此间 你在讲什么 你在执行什么 他如何知道彼此之间的一个通讯 通讯 这个通讯的一个协定是什么 这个协定的制定 由哪些单位来负责一些标准的制定 这些标准的制定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 我们会在通讯协定这边 来跟各位介绍 进而去分析一些模型 以实际的一个结构 来跟各位说明 这种protocol 为什么要protocol 这个protocol的目的在哪里 会在这里 跟各位介绍 在各位了解这三大部分之后 你大致上就可以对于网络的一个概念 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 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这个教材里面 会从这三方面 三个面向呢 来跟各位介绍 让各位可以很轻松很简单的 就可以进入网络的世界 首先我们来看 究竟网络 网络究竟是什么呢 网络这里的定义是 透过网络的设备 与传输媒介 将两台以上的电脑 伺服器 或是周边设备等 加以连接 使其能相互传送资料与讯息 并利用彼此的资源 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网络设备 还有传输的媒介 传输的媒介可能是有限 可能是无限 那这些设备呢 然后我们把设备之间 传送端跟接收端两个之间呢 来做一些沟通连接 让他们彼此之间呢 可以互相传递讯息和资料 除此之外 还可以彼此来share他的资源 如图所示 左图就是我们的传送端 传送端 右图是我们的接收端 接收端 那我们透过一个媒介 传输的媒介 把资料或是一些讯息 传递到接收端 这边来接收 这边接收 那接收端这边呢 也可以把他的资料呢 share给传送端 彼此间呢 做一个互相的沟通 可以呢 把两台 或是两台以上的一些电脑呢 或是一些传输设备 接收设备 彼此呢 来传递讯息 来传递讯息 接下来网络之间 你要能够传递讯息 中间的传输媒介 就是一个这样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两台以上电脑 要做传输的时候 越来越能够相互传送资料 与讯息 而且能够利用彼此间的资源 所谓的通讯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资料有一端的终端设备 经由媒介 把它传送到另一端的终端设备 来达到这种资料传输和交换的目的 那我们必须要借用传输的媒介 那传输的媒介呢 大致上 如果有限的来讲 有所谓的双角线 同轴电缆 光线等等 如果无限的传输媒介的话 大致上有分为 无限电波 微波 红外线 卫星 雷射等等 那为什么要传输媒介 因为 要传输两个以上的对象 那我们就必须要借由传输媒介 才能够彼此通讯 你如果单一个体是不能够 视为一种通讯 必须要两部电脑以上 我们才需要透过传输媒介 来达成一个通讯的目的 那我们要传输的资料呢 就包括比如说影像啊 声音 图形啊 文字等等 这些都是要靠传输媒介 来做传输 所以我们这些传输媒介来讲 有分为有限传输和无限传输 首先我来看这个双角线 就会看到这个右图 这就是双角线 双角线的部分 双角线的部分 双角线呢 各位你可以看 它是两根外面披复塑胶绝缘材料 它内部还有这个通染线 双角线的缘合成一个螺旋状的一个线 那么 它这个为什么要做成一个双线缠输呢 主要是 第一个 它减少传送中信号的一个衰减 限量的衰减 第二个 它是要减少所谓的串音和杂音 其实减少这个cross talk和这个noise 双角线 为什么现在是不便在我们的网络来使用 主要它因为它的价钱低 价钱低 重量轻 然后容易安装 所以一般现在我们的速度已经从原来的10Mbps 已经提升到100Mbps 所以现金呢 已经提升到1GB 这个Bps 未来可能会提升到10G 双角线呢 大概分为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遮蔽式STP 一种是所谓的红遮式 红遮式 两种 大概分成两种 这个 它的优点当然就是便宜 容易维富 它的布线的弹性很好 容易制作 所以容易布线的弹性很佳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比较不耐用 容易容易断裂 再来就是容易受到干扰 这个是它双角线的一个缺点 双角线的缺点 那我们再看到呢 这一个 向右边的光纤 光纤 光纤呢 它是叫做Optical Fiber 这种网线是以光为传递方式的介质 它是不会受到电波干扰 就看到左边这个就是光纤 那么 这种网路上的光呢 它只在塑胶或玻璃纤维里传导 它外面一层薄薄的 薄薄的被称为仙衣的外衣保护 所以整个多根导线 隔着一个绝印材料 被包裹在塑胶外套里面 它的最大好处 光纤 为什么现在我们政府都有去铺设这个光纤呢 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传输量 可以达到155Mbps 而且传输的距离很远 传输的距离很远 甚至信号 有时候可以传好几公里都不会削弱 所以光纤网路 这个网路线呢 一般都会用来做在高速网路的一个骨干 像比如说HiNet的一个环岛的网路骨干 或是长途电话通讯的 这个或是做所谓的光纤分散数据界面的一个线 所谓FDDI 那么光纤比起同轴电缆和 这个双脚线来讲呢 比更难遭到窃听 所以一般如果说要传送比较机密的通讯的话呢 通常是建议用光纤会比较好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什么 当然既有这么大的优点 它的当然价钱会比较高 而且价钱的费用也高 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 光纤也越来越浮及了 其实造价也越来越低了 所以光世代网路呢 在现在一般家庭还有公司里面呢 也很普遍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优点 所以交通部呢 电信总局在2004年引进这种 所谓的光纤道府的技术 资色会 那么它的调查呢 因为业者积极推展 还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使得这个光纤的用户呢 近年来的用 每季的用户成长呢 以差不多10万户的成长 所以这个普及利也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再来我们来了解 网路的功用 网路的功用 其实主要的功用 它就是在资源分享 它透过网路 可以分享 各相关的资源 比如说 像应用程式 档案 周边设备 讯息 等等 这些 都是我们可以透过网路 来做资源分享 所以网路 它不论是对个人的生活 或是工作 甚至各行各业的营运 它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甚至我们可以透过B2B的程式 和全世界的网友 来共同分享资源 可以充分的来享受这些 别人所分享出来的资源 首先我们来看看 分享档案 其实 网路的最大的应用 就是档案的分享和管理 分享和管理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以Windows来看 从Windows来看 Windows平台上的 它的资料夹 分享 到云端硬碟 比如说 Dropbox Google Drive SkyDrive 等等 这种服务呢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来分享资源 那我们也可以另外可以透过网路方林 就是很轻易的 将我们的档案 分享给网路其他的电脑 其他的电脑 像各位所看到画面上 我们就可以用网路方林的方式 这个网路上 它可以share一些资源出来 我们可以呢 从这边 上面 所连 跟这台电脑 所连结的 一些 一些电脑呢 其他的电脑 或是Server 我们来取得 他们的资源 我们也可以 把我们的资源 分享给他 这个呢 就是一个分享档案 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我们来看 分享应用程式 分享应用程式 其实也就是 我可以呢 就是透过网路连线 连接呢 远端的电脑 登录应用程式的伺服器 而且 执行伺服器上的应用程式 连线操作资料库 也就是说 我可以透过远端的方式 我只要有账号密码 我就可以呢 执行远端伺服器上的应用程式 所以这个连线操作的资料库 或查询相关资料库 这些工作呢 我们都可以透过分享的方式 利用这种分享的方式 进入伺服器 然后呢 来分享应用程式 比如说 比如说 像企业 企业的一个企业资源规划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s 这个系统 叫做ERP系统 或是呢 学校的选课系统 这些东西 如果学校选课系统 每个人 学校 你有学籍之后 学校会给每位同学 一个个人的号码 可能也许就是以学号 那会给你一组密码 那各位呢 可以呢 上网去更改你的密码 之后 你只要是在校学生 你就可以呢 登录 这个选课的一个系统呢 进入去选课 进入去选课 那这种 将应用程式分享的这种方式 其实现在在很多的企业 或是很多的教育团体呢 其实呢 都在广泛的使用 就是藉由网络的一个分享应用程式的方式 才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 第三个呢 就是所谓的分享周边设备 那么 这个分享周边设备就是 因为网络可以提供呢 基本的一个分享和共同周边设备的能力 它可以呢 帮助这个企业或者是个人 很有效的利用周边设备 这样子可以怎么样 减少资源的重复需求 比如说一个办公室里面 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有印表机 只要我们有建立了这个电脑网络 电脑的网络 那网络上的一个电脑呢 就可以呢 去分享这些网络上的周边设备 那么 像我们最常看到就是 最常用的就是印表机 印表机 比如只有一部 那这一部呢 你就可以大家来分享这项设备 比如说网络光碟 网络的硬碟 我们的扫描器 传真机等等 所以 我只要有一套设备 输出设备 其实 我就可以呢 透过网络的方式 分享给每个电脑 每一部user来使用 所以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 而且可以非常有效的 来运用你的资源 不会呢 浪费资源 这是有关分享周边设备 这个说明 再来就是讯息的分享 其实网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讯息的分享 那我们可以透过网络 可以传递各种的讯息 比如说 像 一些即时通讯 比如现在的LINE Message WhatsApp Skype等等 这些都是我呢 可以利用即时通讯的方式 来传递讯息 像一般 一般我们在所使用的email email这个来看 还有一些社交网站 像比如说Facebook Facebook 我们可以即时的将我们一些讯息 可以上网跟好友一起来分享 甚至彼此交换讯息 交换一些心得 甚至网络上 或是你个人有什么心得 你也可以透过讯息的方式 来跟大家分享讯息 那分享讯息 其实也有另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呢 藉由分享讯息呢 得到一些别人的一些好的建议 或是呢 一些新的idea 有助于呢 你们去 在一些思考上呢 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思考方式 那除此之外 像政府 像比如学校单位 机关团体 像你看到的画面 像你看到的画面 是亚太中医区学院 我们的 校内讯息公告 那在这里公告里面 同学 老师 就可以 在这里看到学校最新的讯息 一个公告状况 一个公告状况 然后把最新的一些 比如说法规 或是最新的 有哪些活动 活动有什么叫活动 它的内容 这些讯息呢 可以呢 抛在公告的网页上 让人民呢 来呢 去点选 来看 那政策的推动 也可以透过一些讯息 这边呢 来让民众知道 政府 有哪些 比如说 有哪些新的措施 等等 或是哪些辩明的措施 可以呢 让人民 可以呢 很方便去办理的一个过程 他可以在讯息这边呢 来传递 给一般民众知道 人民 民众呢 只要透过网络 就可以呢 马上的看到 这个政府所公告的一些讯息 其实各位不要想看这个讯息的功能 其实讯息的功能有时候 有关系到 比如说民众的权益 或是学生 在学校来讲 学生你自己本身的权益 你如果忽略了 也许那项权益 你就没有办法 获得你的应有的照顾 但如果说 你及时的发现了 在这个政府 或是学校公告的一些项目 而且你有符合的话 事实上 在你的权益方面 你就比较不会受到伤害 所以讯息分享这边 其实在公告里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接下来给各位介绍 各位同学介绍 第二个小节 第二个小节 我们就谈到网路Torpe 也就是我们来看看 网路大概有哪几种架构 它连结的一个架构 那网路Torpe呢 大致上区分成三大架构 第一个是叫做区域网路 so the Local Area Network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LAN 那这种区域网路架构 它是一个范围较小区域的网路 通常它的范围呢 大概是两公里以内 所以叫Local Area 所以它是属于一种区域型的 所以它范围不会很大 大概就是两公里以内 它利用很简单的一个网路连接技术呢 将地理位置不同 但是却具有独立功能的多部电脑 把它连结起来 把它连结起来 像下图这个所看到的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连结方式 它的范围呢 可以到一家公司或是一所学校 所以它的范围通常是在一个公司的办公室 或是公司组织的企业内部 或是一栋建筑物内的架设的网路 甚至就是自己家里的两台以上的电脑连接架设的网路 像这个图所示的 你也可能是自己家里两部电脑来做连接 就可以用这种local属于范围比较小的区域区域的连结 所以这种是目前最常见的这种网路形式 那么因为它的硬体成本比较低 硬体成本比较低 所以这个是它的成本比较低呢 是它的一个优点 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呢 现有设备的功能 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所谈到 LAN Local Aerial Network 区域网路的一个概念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广域网路 广域网路叫做Wide Area Network 简称WAN 那各位从字意上来看 就知道说 这当然比区域来讲所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是一种广域 Wide Wide Area 所以 不明思义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宽缓的 宽缓的范围 可以说是呢 都会网路 都会的网路 像各位你看到底下这个图 这是以一个 比如说101代表台湾 自由女生间当然美国 巴黎铁塔代表巴黎 那之间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种Wide Area Network LN的方式来传递讯息 来传递讯息 所以它是一种适合都会网路 以上的这种都是 以上就是所谓的广域网路 所以它范围 大概是十公里以上 十公里以上 所以相较于之前的LN 两公里呢 相对的范围要大了很多 所以它城市和城市之间 国与国之间的城市之间的一个网路呢 我们就可以呢 借由这个WN的方式就是一个 连接 就是透过这个广域网路的方式来连接 像全球性的网机网路 它就是一个WN 就是一个WN 所以它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网路 所以它涵盖的范围是可以跨越都市 国家甚至周界 所以大企业呢 在全球各个城市都会设立分公司 那我们将这各个分公司的区域网路呢 相互连接 也就形成了广域网路 广域网路的连线距离很长 所以连接速度通常会低于区域网路 那相对的 还要连接这么大的一个区域 当然设备也比较贵 所以呢 像刚刚提到全球性的网机网路 像跨界市的 像台湾学术网路 Tarnet HiNet、CNet这些 都属于什么的WN这种形态 再来谈到的是网际网路 网际网路 网际网路 那是网路跟网路之间 所串联而成的一种庞大的网路 那么这些网路呢 以一组通用的一个协定来相连 协定Protocol来相连 形成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单一 巨大的一个国际网路 那么这种将电脑 电脑网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方法 我们称为网路不连 称为网路不连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所发展出的 一个覆盖全世界全球性的一种互联网路 让我们称为网际网路 也就是可以互相连在一起的网路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最热门的一个 所谓Internet Internet 那么它将全球无以计数的一个网路 把它串接在一起 串接在一起 这样子 所以我们因为把这个串接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怎么样 把它视作一个世界最大的一个广益网路 所以它也是广益网路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介绍区域网路 广域网路 与网际网路的基本概念 区域网路 它英文全名叫Local Area Network 简称LAN 那么它是利用简单的网路连接技术 将地理位置不同且具有独立功能的多部电脑 把它连接起来 那它的范围可以到一家公司或到一所学校 它是目前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网路形式 但是它是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Local型的一个网路 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小 它是一个小区域的一个网路 那么它的范围大概是多少呢 大约是在两公里以内 两公里内 所以它的范围通常是在一个公司的办公室 或是一个公司组织的企业内部 或是学校里面的一个电脑教室 也许是一栋建筑物内的架式的一个网路 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家里两台以上电脑 如果要做连接的时候 就利用这一种硬体成本的低 Local L6 Network L-A-N 的一个连接的方式 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打到资料共享 提到能够网路的功能 那是四项的功能 都可以在这网路去发挥 所以它可以把一个比较便宜的范围 比较小的方式 如果你要做一个网路的一个连接的时候 像下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连接的时候 你就可以考虑用L-A-N 的方式来做连接 第二个来谈到Wide L6 Network 就是所谓的广域网路 广域网路也就是简称的W-A-N 所涵盖的范围可以说是周与周 国与国之间或地区与地之间的一个通讯网路 那么它将不同的区域的网路连接在一起 形成的这一个广域网路 所以这一种连接就会大幅增强网路的利用价值 也因为它的范围更为宽广了 所以它的范围可以扩展到10公里以上 那像一般跨县市跨国家甚至跨国际的网路 这些呢就是属于一种广域网路 广域网路 像台湾学术网路 还有所谓TARNET 还有中华电信的HINET 还有这个CNET等等 这些就是属于广域网路的一个性质 广域网路的性质 好 再来提到的网际网路 网际网路 那网际网路呢 是网路因网路之间所串联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网路 这些网路呢 以一组通用的协定来相连 形成逻辑上单一巨大的逻辑网路 这种将电脑网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方法 我们可以称作叫网路互联 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 覆盖全世界全球性的一种 互联网路 我们就称为网际网路 所以呢 他因为他的个别的网路 将个别的网路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规模很大的一个网路 那么他将全球无以计数的网路 把串接在一起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网际网路也看成是世界上 最大的广义网路 最大的广义网路 所以网际网路基本上和广义网路 可以是说是其实是相同的一种性质 再来第二个缴结部分 我们要谈到网路的拓扑 网路的拓扑 那么我们为了了解的这个网路呢 是将电脑互相连通的概念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说明 他怎么连通的 这么多的电脑怎么样 连接在一起之后 变成一个网路的时候呢 那他怎么样去分类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网路的术语 就是说 叫做所谓的tope 那么说简单一点呢 也就是说他们的样子是什么 他的一个网路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样子 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 那在这里呢 我们大概分成五项 第一个就是汇流牌 第二个是心状 第三个是环状 第四个是mash 第五个是混合式网路 大致上呢 分成这五项的一个网路的一个样子 首先我们来看汇流牌 汇流牌 那什么叫汇流牌的一个模式呢 可以看到图 就是好像有一个通道 就是这一条呢 是一个共用的一个网路线 可以看到其中这中间 就像一条大水沟 这条就是一个共用的一个通道 这个共用的一个网路线呢 来连接 但是它并不是真的所谓一条 而是很多条比较短的一些把它连起来 所以呢 很多网路的一些传输媒介 然后把这些电脑呢 在这一条共用的一个网路线里面 来怎么样 把它连接起来 把它连接起来 把连接起来 所以在一条总电缆中 分接几条小的电缆 连接到各网路设备 一般大概是用什么呢 像比如T状 或BNC接筒 BNC连接器就是所谓同轴共览 共览的方式呢 这个来连接不同的网路设备 在总电缆两端呢 带有中端 中端接头 那么这个可以防止讯号的反弹 可以防止讯号的反弹 所以从具观来看呢 这个可以把它当成好像只有一条网路线 那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呢 它其实是很多段的网路线所形成的一个架构 形成的一个架构 所以它是具有这个一线到底的一个特性 一线到底的一个特性 那每个节点的讯号 都是随着这个总电缆传送到各节点 就是每个节点传送过去 这个是汇流牌网路 汇流牌网路 那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的优点就是 增减节点很容易 那么节点呢 都是独立运作 那么它的架设成本比较低 架设成本比较低 当然有优点 当然也有它的缺点 那么它的缺点是什么 它必须要额外的软体来管理这一类的网路 所以管理费用比较高 也就是它另外要有一个软体的管理 它这样的一个网路 比如说它的一个先后 它的一个时间的分配等等 这些都是它要藉由软体来做 那么 再来 如果是总电缆断了 你刚刚我们讲的 它是一条通道底 所以 断网路呢 就整个就断了 那么 所以呢 就是 网路发生问题的时候呢 检查的时候呢 会很耗时 非常的耗闭 耗时耗闭 第三点 由于每一部电脑都会直接连接在线上 所以 如果 现在有两部电脑 同时发送资料 那 这种汇流牌的一个网路呢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叫做 互相干扰 所谓的 correction 就是碰撞的问题 所以呢 你为了要 避免这种correction的问题呢 所以我必须要仰赖 额外的处理机制 这样子我才可以呢 正确的收发资料 不然产生碰撞呢 你的资料呢 会流失 会流失 所以呢 会流牌 因为这个缺点很多 所以呢 现在会流牌 在网路上 几乎是很少人在使用 很少人在使用 第二个 我们来介绍 网路拓扑的 第二个 叫做新状网路 新状网路 那新状网路呢 是继会流牌架构之后呢 新起的一个网路架构 那这一种网路呢 就不再是一个接一个 就不再一个接一个 那么它呢 都要透过一个装置 那这个装置就是我们 所熟知的叫做hub 就是极限器 那极限器呢 另外也有个名称 也叫交换器 就是switch 或者叫hub 都可以 我们藉由极限器 在各电脑间呢 来传递讯息 换言之 就是以极限器为中心 向外 成一个放射状 向外成一个放射状 像各位看到图这一个 从中间的极限器 然后呢 向外放射 所以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 样子呢 一个长相 就很像是一个 星状 一个星状 所以 我们叫做star 就像一个星星 所以 它有一个中心的设备 那每一个节点 都连接到这个中心设备 那讯号的传送呢 都需要经过这个 中心设备的转发 就是这个 就是我的hub 那中心设备 一般就是所谓的极限器 这是我们星状 网络 那它有什么优点呢 它的优点就是 任何一个节点 发生问题的时候 并不会影响整个网络 所以呢 在管理上非常容易 而且扩充也很容易 而且现在呢 有比较更新型的一个极限器 也就是极限器呢 它一直在更新 在更新的里面 它可以集中管理各节点 来避免collection的问题 避免碰撞的问题 所以把之前汇流牌 一些缺点都已经把它做一些改进了 但是它不是说只有优点 没有缺点 它是有缺点的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如果中心设备出现问题 就是你的hub出问题 一样 整个网络都当掉了 就不能用了 那么因为中心设备 所以你的中心设备的一个 设备的一个费用 还有你一些限材等等 都相对的会比较多 所以 它的一个缺点就是 你必须要 要有一个 购买一个 hub的一个成本 那么其实现在来讲 hub的成本已经很低了 其实这个也不算 目前来讲 不算STAR NETWORK的一个缺点 所以它 新状网络的结构 几乎是现在一个 小型区域网络 小型的一个 LAN的一个架势的一个趋势 所以 现在来讲 它的这个问题来讲 是比较少的 主要是因为它的成本 hub的成本已经降低 再来我们来介绍 环状网络 叫做Rin 叫Rin的网络 那我们从图来看 从这个图来看 就知道 环状网络 它是将电脑 连成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环状 所以是以环状的方式 点对点 将各个节点连接形成 闭环的一个结构 那讯号的传送 是以单方向的传输 如果该节点不是它的目的地 它会将这个讯号 再传送到下一个节点 直到目的地的节点为止 目的地的节点为止 所以它会一直传递 那么每部电脑会依照不同 位置不同 位置不同 而有一个顺序编号 它会有一个顺序编号 资料会依照 该顺序编号 以好像接力的方式去传输 传到最后一棒的时候 再传给下一棒 就像同属所示 那么我们如果要现在从最上方 从上方这个电脑 如果要传送给下方这个电脑 那么它在传的时候 它就必须先传给 因为它是顺序的 先传给左边的这部电脑 第二部电脑再传后 那么它如果Y接受 发现这个不是传给自己的 所以它就会再传给Z 所以正常情况下 每一部电脑都是接收前一部电脑来的资料 也就是这一部是接收这一部来的电脑 这一部是接收前面一部来的电脑 这一部来的就是前面这部电脑资料 所以它不能够跳过中间 它就说不能够直接这样送过来 是不行的 它是RING 是要按照一个封闭RING的结构 它是要单方向的传输 那RING呢 RING的优点就是不会发出现碰撞的情绪 因为一次只单向传送一个风包 所以 它因为要一个传一个 所以它必须 这个电脑必须要先取得令牌 所谓token 有token这个令牌的才准传送 那么令牌只有一张 所以 而且是按照顺序编号 轮流传输 所以不会发生碰撞 碰撞的情形不会发生碰撞 那它的缺点是什么 任何一个接点发生问题的时候 整个网路就停摆了 那这个缓撞网路的设备呢 通常成本比较高 所以它的普及性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 再来就是另外一个节点 当了 那整个网路就停摆 所以这种 这种呢 这是一个它一个 比较 严重的一个缺点 第四个我们来介绍的是 网撞网路 所谓Mesh 可以看到这边好像是一个像蜘蛛网一样 的一个 叫Mesh的一个网路 那Mesh的特色是 每一个节点之间 有多条连结路径 就是每一个节点之间 它有很多条 很多条的路径 不是单一的 也不像刚好Rin 这一个单一方向 它是很多条 很多条 连结路径 所以 比如说 我现在呢 我要从A 从这里 这个电脑 要传送资料到这里 那我可能是从A传到这里 从这里传到这里 往上传再传过来 你可以呢 直接传过去 也可以这样子传过去 那有多条路径可以传递 不像Rin 只有一个方向 那么其他的也是一样的道理 也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上方的这个电脑 要传到下方 它可能是直接传 可能透过两边来传 透过两边来传 所以呢 这命运路径好像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网子 所谓叫做Mesh Mesh Mesh 就是网状网络 所以 单一个节点 它都能够连接到网络中任一个节点上去 那Mesh的网络的优点是什么 它绝不会传输失败 容易找出问题来解决 解决 Drobeshoot 会比较容易 它的一个就是 龙拓 就是Fort Torrance 这是它的最大优点 即使其中一条路径重担 还是可以怎么样 寻其他路径去传递 这个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缺点是什么 它的成本很高 因为传递路径多 你布线就要成本高 布线的线材就很多 扣充就比较不容易 当然现在来讲 线材设备 这个 价格 逐年都下降 所以 这种Mesh网络的一个缺点 也渐渐淡化 所以有不少的一些学校网络 或是一些企业 也会采用这个Mesh Mesh 接下来第五种叫混合式网络 混合式网络 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从四种网络拓股 其实这四种之间 它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结合 所以Engineer在建构它的网络架构的时候 正常在布线的时候 往往不一定是用单一架构 所以它可能会利用心状跟环状一个组合 或是心状跟前面讲的灰六排的组合 来做一些组合的一个布线 让这样的布线更符合它们实际的需求 所以这样的一个布线组合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一个混合式的网络 混合式的网络 这是第五种 谈到网络拓股我们了解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一个协定 通讯的协定在我们在传输资料时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所使用的通讯协定 所使用的protocol 什么叫protocol 那什么叫protocol呢 所谓协定 这种协定 其实它就是网络的一种共同语言 我们说的子系列 什么叫协定呢 也就是你双方在交换资讯的一组规则 我们的知心要谈话 比如说 假设 比如说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一个中国人 跟一个外国人 在谈话的时候 如果对方也听不懂华语 你也听不懂 你也听不懂 他的语言的时候 那这时候的沟通就会产生了问题 也就是你们有一个交换资讯的一种规则 那如何要让彼此之间这种规则可以建立呢 就是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比如说英文 英文现在来讲是个国际语言 那国际语言呢 那对方会说英文 你也听得懂英文 你也会说英文 那这种英文就变成一个交换资讯的一个规则 所以这些规则就变成了重要的一个彼此之间 互通讯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Protocol它其实就是网路中的一个设备 它要交换讯息 的一系列的相关规定 所以它对讯息交换的速率 传输代码 代码的架构 传输控制的步骤 错误控制等等许多的阐述 它都会做出一些定义 就会定义 那刚才讲的 以刚才例子来看 那语言就是人和人沟通的一个Protocol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语言来做双方交换资讯 所以人和人之间如果要了解对方在讲什么 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那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 我们就无法达到沟通的目的 无法达到沟通的目的 所以 人如果要能够使用共同的语言 那电脑之间就能够沟通 所以 人真的要彼此的对话 那你就必须要使用共同语言 那使用共同的语言 我们才能够透过 必须透过网际网路 来使用通讯决定 来传输资料 这种传输 这种共同的通讯协定 网路通讯协定 这种协定 就是所谓的共同语言 那有了这个共同语言 大家才能够彼此沟通 才能够彼此沟通 所以网路上的电脑 要彼此能够沟通对话 所以一定要透过一些定义 规范 标准 那这些东西 我们就称为 Protocol 协定 那么 因为在这个资料传递的过程里面 它所遇到的状况非常的多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标准规范 来规范整个资料的通讯网络 那么Protocol呢 就是提供的这一套标准 让不同的电脑设备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可以遵循 那么Protocol就是网路中的电脑或设备 那么采用何种方式交换讯息一系列相关的规定 我们必须要对讯息交换的速率 传输代码 代码架构 传输控制的步骤 错误控制 等这些参数 来做相关的定义跟规范 好 定义规范 所以电脑透过网络呢 必须用相同的协定 才能沟通良好 才能沟通良好 那么在今天的Internet上 最为广泛使用的就是TCP IP 那么在海米介绍之间 我们先来看我们通讯协定 这一般的通讯的Protocol 有哪些协定 我们看画面上的这个质量表 我们第一栏是网络的应用 第二栏是使用的协定 第三栏是使协定中的中文翻译 第四栏是代表的目的 好 首先我们来看全球资讯网 它使用的协定是什么呢 就是http 所谓的超文字传输协定 那么它传输 这个目的是干嘛呢 是要传输 而且可以浏览超文字的文件 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电子邮件 email email使用的协定是什么呢 是smtp 中文的翻译叫做简易讯息传输协定 那么提供电子邮件的送信 发送等等 接收发送 这是送信部分是有smtp 是送信 收信呢 email收信有pop3 pop3 那是邮局协定版本3 提供电子邮件的收信 电子邮件的收信 这是email部分 再来 档案传输 传输文就是我们熟悉的ftb 它的使用协定是ftb 是档案传输协定 档案文件的传输 是它最主要的目的 这是我们一般的通讯协定 那这些有些协定是哪一个组织来协定 怎么样去制定的呢 是由哪些协会来制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协会组织 如国际标准组织 简称所谓的ISO 定定的OSI模型 定定的OSI模型 那再来第二个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NSI 简称NSI NSI所定出来的 ASCII code ASCII code的一个标准 再来电机 电机电子工程学会 H4E 定的 H4E802的标准 再来 网际网络架构委员会 简称IAB 定义 它制定一个RFC文件的一个标准 再来 国际电讯组织 ITU 制定X.25 X.400 X.500 ISDN 这些标准 这些呢 就是透过一些 国际一些协会或组织 所定定的一些标准 首先 我们来看这个OSI OSI 这个网络模型 这个网络模型呢 这个网络模型 是由国际标准组织 ISO ISO 在1984年 在1984年呢 所定定的一个OSI 网络参考模型 定定的一个网络参考模型 OSI 它的一个全名呢 它的一个全名就叫做 Open System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就我们简称 这个叫OSI OSI模型 OSI模型呢 这个模型 你可以看一下 右图 它有分层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第六层 第七层 第一层 就是所谓的实体层 叫Physical Layer 叫实体层 第二层就是Data Link Layer 链接层 第三层是Network Layer 叫网络层 第四层呢 叫Transport Layer 传输层 第五层 叫做Section Layer 叫做会议层 第六层 我们叫做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Layer 叫做表达层 第七层 就是Application Layer 叫做应用层 你看这个协定呢 就像积木一样 层层叠上去 所以这一种架构 也叫称为一种协定的堆叠 协定堆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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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协定堆叠 我们这个 我们呢 每一个层级 每一个层级 分别代表实际硬体 和传输软体之间 不同层次的一种抽象意义 一种抽象意义 那每一个层级 都只能跟上一层 或下一层来做沟通 回到上一页 就是各位看到呢 这个每一层 就跟上一层之间来做 第一层跟第二层之间沟通 第二层跟第三层之间沟通 第三层跟第十层沟通 你不能跨 不能跨过去 不能跨过去 不能直接第一层 中二之三不行 直接层与层之间来做沟通 那OSI模型 这个各层之间 它到底是什么功能呢 我们来看 简单用这张表来跟各位呈现 好 第七层 我们先从第七层来看 第七层就是所谓的应用层 应用层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layer 那么提供使用者网路上的服务 像档案交换 电子邮件 模拟终端机 网易存取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application layer 再来看 第六层 第六层呢 是将这个传输的资讯 以有意义的形式表达给网路使用者 包括比如说字码的转换 那么字码的编码 还有解码 资料格式的转换 资料压缩还有解压缩等等 这是在第六层来复制 就是presentation layer 第五层呢 是管理各使用者之间的资料的一个交换形式 比如说你是一个单工的方式 或是半双工的方式 还是全双工的方式 这个呢在会议层里面 section layer 这边第五层来负责 再来第四层主要的transport layer 传输层 这一层要做什么用呢 传输层里面主要是来确保 资料在网路层 就是在第三层 和会议层 就是第三层跟第五层之间 传输的品质 包括传输有没有正确 有没有遗失 有没有重复 真的 就传输层要负责这一方面的工作 那底下第三层呢 就是说network layer network layer network layer 就是网路层 网路层管理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路径 它主要负责建立、维护、还有终止 两个使用者之间的连结 所以它使这个资料呢 能够依照它的路径传输 因此它必须要有定值的能力 所以那资料的传输是以风报来做单位 包含传送端、接收端的 节点的位置、位园、资料位园 做位园的资料传输等等 所以它主要说管理节点到另外一个节点的路径 负责建立、维护及终止两个使用时间的连结 使它的资料能够依照它的路径来传输 这是第三层 network layer 现在再看第二层资料链接层 它是确保实体层 就是确保第一层连结的资料是正确的 正确 如果资料传输的错误征测 像有错误的资料征测 还有错误的更正功能等等 所以它包含资料的传输的错误征测 还有错误更正功能 那么由资料链接层 我们建立一个可靠的通讯协定界面 使第三层的网路层能够正确的存取实体层 就是存取第三层的网路层能够正确的存取第一层的一个资料 那么第一层physical layer 主要在做什么呢? 它呢?实体层主要负责资料位员在实体传输媒体上的传讯 使得电器讯号可在两个装置间交换 包括网路电器的规格 有电压、电流的这个种位、连接器的种类、连接器的接角的定义 交换控制电话、传输速度、距离等等 这个就是第一层 这是OSRI模型 它的一个简易的功能表 做一个逐项的说明 做一个逐项的说明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另外我各位呢 在给各位呈现的这个 我们来自一个维基百科的一个内容 是一个比较以生活化的一方式来做一个OSI的办理 可以说明 好,各位看到呢 幼徒这边 幼徒这边呢 好 他的第七层呢 就好像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总经理在这里 总经理 第六层呢 就像他的特主 他的特主 第五层呢 就像是秘书 第四层呢 就作为收发 公司的收发部分 第三层就是我的员工 员工 第二层呢 好像是包裹功能 第一层呢 是搬运功能 他的意思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的 那传输媒介呢 传输媒介 就像是货车 把这个东西传输过去 现在比如说 这个公司里面 第一层是我们搬运功能 把货搬上车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经过传输媒介呢 他就会把这个货搬下车 那第二层是怎么样呢 就是包裹功能 把邮件呢 包在一起 包在一起 做得对整交谈呢 然后把它拆开 然后包裹功能再怎么样 分层负责的方式 然后呢 大家怎么样 把它不同 拆开不同 拆开不同地区的包裹 那第三层呢 游戏员工 为什么他游戏员工 他信件呢 依照地区的分类 然后分类的这个 游户呢 依照分类呢 来送信 来送信 那么收发部分 就是第四层 收发部分就是信件 把它呢 带到游戏去寄信 然后呢 再透过传输媒介 这车波车 再收到这个信 这是从公司A到公司B 那公司B的这个第五层呢 就是密书 密书把字打好 而且写好信封 那这边呢 传输之后 他就会拆开信封 制作一个副本 那特殊部分 是负责修改措置的一个格式 那这边传输到B呢 那就是提醒或翻译性的内容 那总经理 只要做朝你整个订单 或书信的内容 那么 传给B公司呢 他就可以阅读这整个内容 你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 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方式 来做通讯协定的一个说明 另外一个模型 叫做DOD模型 DOD模型 DOD模型呢 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 DARPA开发出来的 所以也称为DARPA模型 DARPA模型 那么这种模型当初是为了ARPA 实验计划所开发出来的一个模型 所以也叫做Opnet 一个模型 那么它分层 它就不像OSI有这么多层 它分为四层 四层 这四层呢 第一层呢 是所谓的应用层 第四层是所谓Application 第三层是Transport 传输层 第二层是Network 网络层 第一层是所谓连接层 分为简单的四层 那这四层的功能 它的模型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第四层的Application 主要是定义应用程式 如何提供服务 比如说浏览器 如何和这个WWW伺服器来做沟通 那么邮件哪里 怎么样从邮件伺服器下载邮件等等 它的邪件的protocol 就是HTTP,FTP,SMTP,POP3,DNS,DE,HCP等等 这是应用层的部分 第三层部分是Transport layer 又称为host-to-host 负责传输过程的流量控制、错误处理 还有呢 这个资料重送这些工作 这些工作 那它的协定呢 主要是TCP、UDP 这样的一个通讯协定 通讯协定 好 再来第二层叫做网期网路层 也称为Network Network Network是定义如何用网路来传送 IP 资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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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gram 主要负责网路的实体连接的部分 负责对硬体沟通 把资料直接送给网路装置 那它的一个协定呢 是IPv4 IPv6 这是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常会看到的几个设定 Blocker的设定 那这个就是网 所谓的Internet layer 在网路界面层 网路界面层 网路界面层就是 又叫做Data Link 定义如何利用网路来传输 IP资料包 主要是负责网路实体连接 这个部分负负责对于硬体沟通 资料传送给这个 那么这个呢 它的协定是以太网路 那么记号环的网路 记号环的网路 H4E803802.11的无线区域网路等等 这些呢 这是属于它的一个通讯协定 通讯协定 通讯协定 相对应的关系 那我们这边呢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简单的说明 那么HTTP协定呢 相对应的就是 这一个DOD的应用层 就是HTTP协定 像这里 这个协定 传输层 传输层 相对应就好像是电脑的TCP协定 TCP协定 那网路层Network 相对应的就是IP的协定 IP协定 链接层 相对应就是网路卡 网路线 驱动程式 这是DOD模型呢 和电脑软硬体的 它的一个对应关系 让各位同学呢 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这DOD模型 到底 到底是相对应的 是哪一层的关系 那从这个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也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那是代表什么 那么DOD模型 和电脑硬体的相对应关系 应用层 相对于浏览器程式 HTTP协定 浏览器程式 会使用HTTP协定 以TripleW伺服器来做沟通 那传输层呢 就是网期网路层 相对应作业系统内 系统内建的TCP IP协定 那作业系统 习惯将两者做在一起 来增加效率 像Windows作业系统的新增网路 新增一个区域网路的时候 打开的这个区域网路的内容 你就会看到一个Internet Protocol TCP IP 负责在往下传输 再来网路界面层 就是相对应网路卡驱动程式 加网路卡加网路线 那么这个网路卡驱动程式呢 收到资料后再驱动网路卡 将资料转换成电信信号 透过网路线传输到网路上出去 这呢是个别对 就是DOD模型和电脑软音体相对应的关系 跟各位说一个文字说明 那DOD模型跟刚刚的OSI模型 它们有什么对应关系呢? 左边是DOD模型 右边是OSI模型 那DOD模型的应用程 Application就相当于OSI的5673层 DOD模型的传输程呢 就相当于OSI的第四层传输程 那么DOD模型的Internet 网机网路程呢 就是相当于OSI的第三层 那么DOD的网路界面层Network Interface 就是相当于OSI的第一、二层 网路称号模型分层的优点 它为什么要把它分层? 它主要有优点 第一个,它非常容易理解 比较容易理解 再来,它是因为分层负责 然后逐层处理 它们对等交谈 那么再来就是能够提供网路的一个标准 提供网路的标准 那分层负责 容易理解分层负责 它分层负责 它利用一种分工的方式 一个选定负责一项工程 工作呢 统合起来就是一个负责的 复杂的网路 那每一层都有它的分工 责任范围很明确 不会重叠 所以有问题 就可以马上判断说 是哪一个逐层问题 这是分层负责的好处 逐层处理 就是从模型的一个封装原理里面 一个网络封包 就是经过层层夹缝的结果 所以逐层处理责任明确 任何一个层 都必须相信上一层或下一层的处理结果 所以逐层处理 这个就是好像 因为跟分层负责的逐层处理 就可以每一层负责它之间 乘一层之间就比较不会出现问题 对等交谈就是 发送端和接收端同一层级的决定 对等谈话的意思 他指的就是说 发送端和接收端同一层级的决定 对等谈话的意思 比如说发送端第七层和接收端第七层 是对的 它是乘一层同一层来相互对的 提供网络标准就是 网络模型提供一个网络的标准 它允许很多的厂商共同发展网络标准化 元件 所以它也可以允许不同类型的网络 硬体和软体互相通信 可以防止其中某层的变化影响到其他层 所以避免可以避免牵制到整个模型 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它的缺点就是效率比较低落 因为网络模型的分层设计是一种基本构思 协定设计将复杂的问题分成好多指问题 它分别处理 那么这会使得不同层协定间可能不了解彼此所定义的资料 格式 还有它执行的事项 所以它付出的代价 会是令分层的软体变成非常低落 所以在网络传输的时候更是如此 所以呢 那么传送层也可能 也不可能知道讯框的一个格式 也就不能知道如何去界定风包的体积的大型 所以分层如果过于严格 反而会变成一个传输最佳化的障碍 所以它相对效率比较低 再来就是OSI呢 模型比较学术化 那 它没有得到实际应用的一个检验 所以效率比较低 那么 那么 所以官方标准的OSI模型和实际上工业标准的TCBIP模型的 这个争斗中呢 开放自由的TCBIP 在显然呢 是占了比较大的优势 啊 啊 啊 我们也要用 啊 啊 嗯